周宇 你都有什么话才说起来 你都行啊 周宇 手续杆我们做的我都已经办好了 你看 我不是让你去 直接找那智林的老总吗 我最近事情太多了 可能还是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吧 啊 那好吧 没关系 行 那我去看看 好吧 你去吧 喂 阿博士 你是林总啊 我正想找你的 好了 我马上下来啊 院长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您要的资料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好好好 那个捐赠的事情 我已经都安排完了 您别着急 那就谢谢了 我先去看看小叮当 好啊 你去吧 你再转一圈 对齐了 好 肥肥色 袁夕妈妈 这个好难啊 我怎么转也转不会 你要慢慢来啊 要有耐心啊 你知道吗 连夕妈妈就有一个朋友 玩这个模范玩得可好了 嗯 那你能叫她来教我吗 今天啊 你来到这儿就好 是吗 袁夕也在 好 你要不要见见她 好啊 好 我把她叫过来 石头 把袁夕阿姨叫过来啊 好的 林先生 那我就把资料给你拿过来 袁夕阿姨院长 让我叫你过去 好 慢慢玩啊 阿姨 快点呢 院长叫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妈妈不见了 狗狗到我们院子里来 我每天为他吃东西 他 为什么不见了呀 他们拿石头救他 他不会回来了 阿姨阿姨 不给你玩了 你先进去吧 好 我也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朋友 不见了 我一直在找他 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他 所以你也要相信 叔叔 袁夕阿姨她不来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刚才在窗口瞄了一眼就走了 好 小妹妹 谁教你玩那么放 是袁夕妈妈教我们的 你看 袁夕妈妈长什么样 你看 宗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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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长 林总 你怎么了 你们那个义工 袁夕 你知道她家住在哪儿 在哪儿工作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她的单位我也不知道 一般我也不会打听别人的家属 基本信息总有吧 有啊 姓名 电话 把电话给我 不是 院长 你看我吓坏人吗 喂 你好 喂 你好 我是那个通通快递的 请问你是袁夕小姐吗 我是 哦 是这样的 我这里有一幅你的那个快递 地址呢 被那个雨淋湿了 有点看不太清楚 麻烦你再告诉我一下 你那个地址 我好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好吧 我现在在外面呢 你们在哪儿啊 我现在在那个老城门的附近 是这样了 你告诉我给你家里的地址 直接给你送过去就好了吗 我一时半会还回不去呢 要不然你们在老城门等我 我过去找你们 那行了 那你快点了好吧 嗯 他马上就到 老大 老大 周律师到了 娜娜 喂 我已经到了 你在哪儿啊 好的 你稍微等我一下 马上就过来啊 好的 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这身绿色的衣服很适合你 行风会的时候去看我 为什么又走了 既然想见我 你为什么不说句话再走 你知道吗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 你不该来找我 邹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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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让我有什么话 才说起来的 邹云 是 师父 停车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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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大 你要在江城出了什么事 我可真担待不起 邹宇既然死活不肯接你 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心里已经放下了 所谓鼓掌难鸣独目难知 你还是赶紧回历程 不要再留在这个伤心的地儿了 老大 董事长今天来电话了 他问我你究竟是什么事 能够在一个小小的江城 待这么长的时间 我说了一堆话才圆过去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你去跟侦探公司说 邹宇既然改名字了 叫袁熙 名字真难听 你以为一改了名字 就可以再示威人了 行 我马上告诉他们 我马上告诉他们 你行吗 我马上看了 叫我个小小小小小小的